我先说几句 摄影设计 大家都是摄影爱好者 首先就是什么是摄影 可能很多人也没好好想过 包括我自己 稍微查了一下 有这么一个定义 Photography is the science, art, applic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creating durable images 这可以是数码的 也可以是胶片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好好想想 Bondline就是说什么呢 应该是一个 艺术 也是science 结合起来的一门学问 不是简单的照相 所以就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 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摄影 的原因 是吧 那个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摄影 肯定大家都非常喜欢 都是摄影爱好者 那个 我觉得呢 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说不要太 把这东西看太重 就是说摄影呢 应该是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爱好 是吧 作为一个爱好 去很很高兴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享受的 一个一个目的 你这个目的呢 我觉得就能 我们就能够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没有太多的压力 是吧 不是为名 也不为利 是吧 就是说 为了高兴 我经常拿摄影吧 跟吃饭相比 就是说 其实你喜欢吃什么 就吃什么 来 但是你做的更好吃呢 这样就更高兴 是吧 你做的好吃跟大家分享 人家也喜欢 我觉得 你呢 也得到满足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以这个为出发点 不是为了别人 是吧 为了自己 那个 什么是好优秀作品 当然大美女也提到了 就是说 好像说有很多作品说我拍的 就是说可能 别人拍不到 其实绝对 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作为一个好摄影作品吧 其实每个美出作品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你觉得非常好 别人就觉得一般 可是呢 你有觉得很一般的作品 别人就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没有一个 没一个绝对的标准 是吧 但是很简单的说呢 应该说呢 有包括这两方面 就是说首先呢 你的你的照片呢 要比较好的画质 这画质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 你曝光啊 对销啊 是吧 取景啊 就是这种基本的东西 要满足 然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呢 是要能够打动人 是吧 你的作品呢 别人看了 要就是说 觉得啊 是能够感动人的 这种是好作品 其实对于 这是可能更多的是 风光作品 对于那个 即时的话 可能这个都不太重要 是吧 所以更重要的是 能打动人的作品 哪怕造点更高啊 或者 就是说那个不正啊 取景什么的 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有的可能还希望有点造点 能够有这种沧桑感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说 嗯 嗯 我们今天在这呢 我觉得主要是focus 在这个前面一部分 那个 另外就是 嗯 我们都 在共同学习 是吧 那个 嗯 不管谁说是大师哈 我 我自己永远不觉得是大师 来 那个我觉得大师也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在摄影上面 所以呢 嗯 如果你们 我觉得努力了 那个 就是去 嗯 能够有 有更多的想法 去拍照是吧 然后呢 要资源 要能吃苦 是吧 那个有时间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成为大师 所以呢 嗯 而且这个确实是啊 啊 很多随作摄影的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周围的呃 呃 富翁班的人 是吧 以前 学摄影没有多久 但是现在都拍得很好 那个摄影作品也是 我就觉得其实在 一个地方 你说你的作品好 其实呢 有一定有更好的作品 哎 就有人比你拍得更好 所以呢 你要这样比的话 我觉得 就是说 没有最好 就更好 那个 另外呢 就是说夜景拍摄 可能呢 相对来讲 对大多数人呢 拍的不是很多 那个 也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呢 就今天 这是我们主要要讲的东西 那个 夜景呢 就是说在晚上 它很准埋这个的一些效果 就是平常我们看不到的 特别是现在数码的时代呢 有些东西是胶片已经拍不出来的 是吧 那个达不到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相机 特别现在那个很好的相机呢 能不能拍出很多特别的效果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我们经常拍夜景的人都说 在晚上的时候 看到那个这种浩瀚的清空啊 我觉得那个一点都不觉得困也不觉得累 总觉得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啊 就是 就是非常美 我觉得拍摄一时方面那种感受 绝对是 另外一种 那种不同的感受 所以呢 嗯 就是说我 废话少说了 就今天我们就进入主题 我呢本来 嗯 今天内容还比较多 嗯 我还是想呢 重乡夜景呢 提一下 但是呢 不是为主 然后像为主主要还是展现风光的那个夜景 拍摄 那个首先吧 就是 呃 拍摄所需要的器材及工具啊 那当然 那个 不同的摄影吧 对相机的要求是不同的 哎 那个我觉得一般风光的摄影 嗯 在一定挑战下 其实对相机要求不太高 嗯 像很多美景手机拍出来都非常漂亮 来 你要遇到那个好的光啊 那个好的景的时候 但是呢 嗯 对于某些拍摄 比如说打鸟 打鸟的话呢 你的相机就需要是吧 那个 那个 要快 是吧 连拍速度快追焦好 啊 需要大炮 那对于夜景拍摄呢 其实是两点最重要的 一个是那个 高SO的时候呢 噪点要比较低 第二个呢 就说那个 宽伤度比较好 嗯 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镜头 嗯 对夜景拍摄的话呢 一个很广角的镜头 嗯 因为你要照星星 星空的很大 要要照下来的话呢 是需要那个 这个超广镜头 要需要大的光圈 因为那个 晚上的光很有限 是吧 那个一般最好是 有2.8 嗯 以下 嗯 当然那个脚架和云台是 不可少的 嗯 要比较稳定的 还需要这个 快门性和那个遥控器 另外呢 经常我们需要补光 这个跟我出去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个 那个 要有些辅助光的灯 我们会提到 对吧 那个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专门拍星空的人 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他可能还要需要这种 叫吃药 吃药仪 吃药仪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 嗯 把相机放在上面以后呢 和 和 和那相机呢 是同步的 转 这样呢 就是说那个照的时候 星星不会动 特别他们要看一些星云啊 那些东西啊 需要这个 那我呢 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 这个带起来方便 因为大的话 非常难 是吧 而且很重 那需要大脚架 那是专门拍星空的 像驴记啊什么的 他们有 那个 这个其实我还没 我这个试过 没有真正拍过风景 就是这个当然很小 呃 带用小相机是可以 大相机可能带不动 嗯 这个呢 就是说你可以 很长时间曝光 星星就在同样的位置上 当然那个 前景会动 那个以后 我有时间也可以试试这个 然后另外呢 就需要那个 一些apps 那个 包括这个 TDE啊 和那个Planet 我会提到这个 那个另外 最后就是需要一些 后期处理 就是这个 夜景拍摄以后 那个必须要有 有后期处理 那来入嘛 Photoshop 还有一些查检 那我们也会讨论到 嗯 然后拍摄前 准备工作 哈哈 第一个肯定是要准备熬夜 那个 很多人有时候说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熬夜 不行 所以那就没办法拍 那个 选择主题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牌照 不光是夜景 这个主题是第一位 哎 那个 我们看到很多拍 猩猩的照片呢 就是猩猩什么的 忽略了主题 是吧 那个这个 这个意义不大 你说拍着玩 可以 但是呢 这个照片呢 虽然是我们 是猩猩啊 什么 银河啊 这很漂亮 但是呢 应该是有那个主题 让它作为衬托 要形成一个完美的画面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一定要想好 拍什么主题 而不 目的不是说就是拍猩猩 还是应该主题 拍这个 这个 你要拍什么东西 在这个 所有的下面 讲座里面 这些照片里面都看到 啊 我们要突出这个主题 然后呢 你知道拍什么以后呢 你要选定那个拍摄的位置 角度和方向 因为呢 这个就是说 你在哪个角度上面 在哪个位置上面 在什么高度 是吧 怎么拍 这个呢 就是说你自己要做选择 这个 基本都是在这个拍摄前 那个准备工作 都要做好 那还要有适当的了解 那个 平安门啊 这个 心灵月亮的 基本知识 这个呢 对于那个拍行动 是重要的 所以开始呢 我有张照片 如果你回去 前面这一张 那个照片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 是银河 那我想问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不知道 大概这个 这个张照片 在什么地方拍的 大哥你的位置 在南漫球 还是北漫球 南漫球 对吧 所以这个一般 你就是要了解 就是你到时候拍的时候 就像现在有些 合成照片 就是把那个 北漫球的景 合成南漫球的照片 西空 这就是对这个不了解 所以一看就知道 就是作家了 所以呢 再回去 所以我觉得应该 对这个 星空啊 银河啊 大概有一个 大概了解 这个基本知识 是 然后你知道这个以后 选择拍摄 日期和时间 这个主要是要看月亮的强度 那个 你需要月光往那边打 是吧 这个我们都会提到 这个呢 还有那个 那个拍摄时间 有时候 你要拍星星的话 可能用一点光 有点 用一点月光啊 或者 Toon lights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要事先决定 你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要拍 用什么光 那当然呢 天气预报 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吧 如果是阴天 就没什么好拍的了 那个 当然这个网上 也都能查到 还有专门看星空 就看云层的 这种情况 这也可以看 另外呢 那就是你的那个设备要检查 是吧 脚架 快速线 但这肯定的 但是确实有拍星空就忘 带脚架了 我不说谁了 然后有电池 抽电器 什么头灯啊 那个防寒的 是吧 冬天晚上 什么的比较好 夏天防门的 这些事情要睡 这些人都 都应该知道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安全 是吧 就是那个晚上 晚上在夜晚 在外面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有些地方 比如有熊啊 对吧 或者是站的地方 黑天嘛 在山上 比较危险的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出问题 那好 那我们先很快的说一下 城市 陈江的那个夜景拍摄 这张照片呢 是前几天我在那个 1X上看到的 然后这是那个 巴斯隆那吧 那个 教堂 然后这个 银河 然后你觉得这张照片可能吗 就是实际上在现在社会是不可能的 他也说了 他就说如果你想象 如果是这个城市完全没有灯光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 这完全是一种可以说是理想中的状态 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 除非哪天他说我们今天停电几秒钟 那你赶紧找 可以拍 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城市上面呢 这个因为光污染很强呢 就是很难看到星星 那这张呢是 实际上是我第一张的夜景照片 这个是在那个黑龙江的雪江 那个是跟了一个摄影团 当时那个指导老师说他在那边拍 然后大概这个四分钟 当然这是春节前嘛 就是有放花的 这边呢有月光照着 这是这个花的光 还有这个灯的这个光 所以四种光在一起 所以大家用了五分钟曝光 那个就是蒙的 老师说这么长时间就这么长时间 照出来觉得感觉还不错 就是这个 然后呢下面这张呢是在 11年在雾园 在雾园的一个村子叫菊靖 这个村里很有特点 它是非常圆的 一个圆形的村 就是雾园的建筑 中国这种白房 这个黑的瓦 然后村周围都是有核的 然后这个呢正好有一条公路在这儿 然后这个车走过 当时就觉得这个村庄太有意思了 在一般我们拍要找点有意思的那里拍 那这个很特别 大概这个说是中国最圆的村庄 后来拍完呢 回来再看呢 就是觉得不足 我觉得你们觉得这个照片有什么不足没有 过曹 过曹倒不一定 可能这个比较亮 那个上面平衡看并不过曹 还有呢 那个圈儿没出来是吧 对这是一大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 当时我还没有16毫米的镜头 所以呢 用到24 24毫米呢 就是只能 站在这儿呢 就拍不下来 所以呢 就要站的比较高的地方 刚才那边正好被这个挡住了 所以呢 就就就没拍全 要站在这儿才可以拍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你觉得 背景哈 这个没有其他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呢 对我来讲呢 比较大遗憾的就是说 这村庄呢 显得有点死气沉沉的 对 因为这时候呢 就是正好是 这是几月份呢 就是 11月份啊 就是说 这村里的人 你知道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啊 年轻人 只有老人和那小孩在村里 所以呢 村里呢 就是没有 很没有生气的 灯都黑的 就是觉得这个气氛不够 所以呢 就是一直 放在心里 当时去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他就是这边出生的 所以这个村里人全部姓何了 这何老师就是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什么时候比较热闹呢 那当然就是应该是春节左右 春节 他就说春节呢 最好就是 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的时候呢 他们传统的 有两千年的这种传统 就是武龙 武龙呢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呢 都拿出一个一段这个龙 这龙不是整的吧 这一条龙 他一段的龙 然后村里面有龙头龙尾 他把一段一段都接起来 然后呢就变成很长一个龙 然后龙灯嘛 就在这儿武龙 这个就是所谓转 后来我说那好 那我就中月十五去 所以早上就飞到黄山可能 然后开车 他就接了就到这儿了 和我妹 然后呢就开了这张照片 然后这个站在山上 那边下个小雨 这山下大概就 就我们几个人 然后呢 之前还在这儿老娘家吃东西 然后他这个武龙 你看就这样这样转过来了 所以因为这个长时间 大概一分钟 还几分光光吧 然后呢他就接起来了 他在这儿转 然后他转的时候呢 这村里也不断的放花 那个 当时这个老师呢 拿了一个摊照灯 在这边还在山上打一打 就把房子打亮了一点 然后就 这张呢 当然是三张 拼起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时间要曝光 时间长 那个 这个花呢 就是说不能 这么长时间曝光 因为它不断的在放太多 就只选了一张 时间比较短的 然后后来呢 因为这边开车有车轨 所以又 把车轨就变上去 所以整个合成了三张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反正对我来讲很喜欢 就是说 它表现中国一个传统的文化 是吧 五龙它把这个村的人整个联起来了 大家就是庆祝 庆祝这个 这个节日 就是说 我觉得很有意义 也觉得精美 所以这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呢 美国那个 独立节的时候 曼哈顿拍的 放花 所以在这边 我知道你 究竟上经常也去拍城市 是吧 那个所以呢 就是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照这个 城市报告 要合适 这个位置选择呢 就是说 当然我们 系里有一个 以前的老教授 是系主任 他就在这边的公寓有个房子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能看到 我说OK 我说我就 到你家来吧 所以这边是一个四楼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是这个角度比较高一点 要不的话 就给挤到这些人群里去了 就不太好拍了 所以这张 但是从构图来讲呢 还是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这个是帝国大厦 这是一个标志型的建筑 来我们说取景的话 其实呢 如果要更往那边一点的话 就是说应该更好一点 这个呢 是911就是说的纪念的时候 是吧 那个去年911的时候拍的 然后呢 这时候他有两个光速打上去 那个当时的那个世贸中心在这边嘛 所以这两个光速打上去 就是这个呢 就是天黑以后 还不是完全黑的时候 那个云就红了 这个完全没有做的 这个是雪原知道是吧 所以有一次我们俩在这拍的时候 我就说不拍了 我就拍过了 然后他在这拍拍拍 后来我脚架都没拿 然后我一看红了 我说不行 我给人给拍拍一下 所以这云就 他在一定时候会 现在这个城市灯光 可能什么反射上去 还是日光反射上去 反射是红了 所以这也觉得挺好 那个这张呢 就是这次中秋节 实际上是16号拍的 那个当时呢 就是我们想拍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那个乔恩杰的软件 算了一下 就是那个 知道呢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说你把这个相机的位置 打进去和这个世贸中心 不是帝国大厦的位置 打进去 两点 就是知道这样拍 然后呢 那个帝国大厦的高度 都我们知道放在这儿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 是吧 7点51分的时候 他差不多在这个头上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过去 在这个时间 等他到那个位置上拍 就是能正好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呢 有人就说 当然我给艾萍这张照片的时候 艾萍说 这是一张吗 是 是不是做些 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承认 这张是两张 那个 因为呢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已经 月亮升这么高的时候 你都知道是非常亮的 如果你要按这个楼曝光的话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打白的 那个月亮 就没有层次的 但是如果按这个曝光呢 这个地方就是全黑的 就是在一张上面是 实际上是很难拍出这样的 可是呢 这个但是片质比较好 如果你用两张的话 我这说了 就是说实际上呢 曝两张的时候 也不是按正确曝光 就是曝两张的时候 按这个楼呢 也是欠曝 然后这个月亮呢 就是说可能有点过曝 然后你后期的时候 做一下 它可以比较均匀的 拉出来 如果你完全正确曝光 这两张 实际上差 现在已经差 应该差最少五张以上的 那个曝光 那个 这个我要后面再讨论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今天七月份 我们在法国度假的时候 拍的凯旋门 那天上 但没事儿 我我们家人在这边买 当Ice Cream吃的 然后 我又在这个位置上 我说怎么拍呢 然后正好这一个 这地方可以站 然后这边是个红灯 然后红灯一开了 就车这边和这边全部停了 然后等它一开启 我算了一下大概30秒钟 是吧 然后呢 那就一 它车一红灯一 一绿灯一开的时候 就开始拍 然后呢 这车就这么走 就正好差不多走完就拍完了 又是红灯了 那个 所以 晚成后来我 那个大儿子看了以后 都说 这不错啊 这个颜色是这个 蓝白红 就是跟法国的国际颜色上的 还有呢 就是说你看到西芒 其实夜景拍摄 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西芒 就是拍什么 这边那个Bree Bridge 那个 就是 用小光圈 小光圈 大概16毫米镜头什么的 这个比较明显 特别是那个 特别是那个 加农的那个 那个16 上部镜头吧 这个西芒是 经常很容易拍出来 这个是上海的那个南铺大桥 就是 因为上海其实很 很发达 那个 这个大楼啊 那种这种比较强啊 就比较 impressive 所以这个也是找了一个建筑的楼混进去 然后还在装修 然后我那个侄女带着我 然后她们她的老公就敲门进去了 这装修的人就跟她说我们看看装修 然后她就跟那个人 那个人在谈话 我就在窗户上 然后 现在中国有很多 像说爬楼组啊 就是 北京上海啊 什么那些高楼 爬上去拍城 去风光 其实也非常漂亮 嗯 然后我们就大概成乡的就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做这个风光摄影 所以这张其实在Lofton那个 挪威Lofton那个 Elephant拍的哈 嗯 像这种照片呢 其实就是结合了这种乡村和 和风光一体的 是吧 因为这个小渔村冬天呢 就是有些红房子啊 这个是这样很漂亮的 那个房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嗯 拍这种城市的时候 就算是阴天 因为反而有时候心情也看不清 其实阴天都可以拍 不好 嗯 那个我主要想 嗯 讨论三个问题 对于拍夜景 这叫风光夜景的三个问题哈 就是这个像是我们最常遇到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嗯 前景 所以因为我刚才说了 那个 最主要是我们图中主题 是吧 晚上黑 那你怎么把这个前景啊 看到呢 所以呢 要要要有不同的光 没有光是完全黑的 就没有 那个 所以呢 我说一个是利用月光 这实际上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自然的光 但月光呢 你要想到是什么时候 是吧 最好的月光 可能就是不是那种满月的时候 也是 而且呢是月亮刚升出来 或者月亮要快落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光是最好的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摄影的这个window也比较小 就是说可能尽量能找到这种 这种 就是你看月亮的 升起来的时候 往这边打光的 还是落了一些 往那边打光的 所以这个 以月光 为主 我觉得 然后适当的时候呢 特别是近的景呢 可以适当的补光 就是 很多人都问 你那灯是什么灯用的 所以呢 我这边写出来了 这个FCD的这种灯 这里面有两个 因为当时 我看我记得上次 我们去三级的时候 那个 森迪亚哥那个 艾库 就问我说 你这灯是什么样的 我就跟他说这样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 他用了 觉得这个还是太亮 这张是能够控制亮度的 他又说 可以用这种灯 可以比较弱一点 所以 所以后来你最近看到 他们拍了很多夜景的片 其实都补了很多光 他有时候用多于一个灯 有的灯就是很弱的时候 打一点光在那个 比如岩石啊 那种 Arch 那种 补一些光 后来我觉得好像 毛子上次他们也去拍过 反正就是 用这些补光呢 会有些特别的效果 可是有人大概 不是太赞成补光 就说我全部黑的长暴 长暴 然后我比如 我前景暴一张 星星暴一张 我可以用比较低的 ISO暴10分钟 或者暴多少时间 就是说 那样的把前景表现出来 也可以 但是呢 毕竟呢 那种 那种黑的地方 你使劲暴的时候呢 那个效果还是不好 一个是那个 主要是色彩没有 那个 嗯 我是觉得 还是有限 所以我 我还是比较喜欢 要不就用月光 还是曝光 还有呢 就是说在星星啊 什么这时候 可以用这个黎明前 就是天亮的 钱还没完全亮 有点蒙蒙亮的时候 可以看到 或者就是日落以后 因为完全黑的时候 那个光 其实弱光 也是可以用的 哎 嗯 另外呢 就是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呢 就是 先拍前景 就是没有完全黑的时候 先拍 然后等 可能 相机不动 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先拍完了 再等到那个有光 再拍 然后再把两张合成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用的方法 那个 但是对我来讲 我本来想找一张这个作为例子 我还没真真没这么拍过 呃 我还是比较主张 就是一次 呃 就是拍出来 所以呢 呃 这次就是大家可以考虑 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 这个这个光是很重要的 这个夜景来讲 你怎么把前景能够表现出来 呃 我并不反对用打光 但是打合适 是吧 你不能过了 或者什么的 其实拍影像也一样 你其实你拍影像的时候 你稍微打着光的话 也说效果还好得多 哎 那个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对焦 和景深的问题 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呢 经常是发现对不上焦 那个也看不见 然后拍出来糊的 就特别着急 然后呢 那个其实呢 其实你要掌握了一些基本东西呢 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那个一个呢 就是说对焦的方法呢 就是说你在拍摄前 就应该知道你的相机 比如说 镜头无限远 无穷远的时候 在什么位置上 对 就是说相机在这地方有一个刻度 是吧 那个就是无穷远 但是经常人家说 有人做错误 就是无穷远 我就拧到头 其实拧到头 反而就不清楚 呃 你哪怕就是说 不 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景深都够了 就是也清楚 但是呢 最少你应该放在这条线上 就是他是 他是告诉你 这条线是无穷远的 但是每个镜头都会有无差 所以呢 最好的就是在你天黑前 你能看到 能对焦的时候 你说我要对到那个位置上 我对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刻度在什么地方 记下来 哎 有的人就怕晚上动了 还把它贴上 哎 这个不会动 所以这个就是准的 是吧 那到晚上了 你看不到怎么办呢 就是说其实也容易 就是说比如我们要照 那个窗户那位置嘛 那我就拿了手电打在那儿 那光比较强嘛 我我可以对 哎 我就对到那个位置 大家商量一下啊 我们先对焦 对好了 那你就就拍就完了 所以晚上对焦 你焦有灯 打都没问题 哎 嗯 我觉得嗯 知道这个应该没问题 对焦 那还有一个就是景深的问题 因为呢就是星星呢 我们都是无情远了 是吧 但是呢 经常我们有前景 比如说树啊 岩石啊 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到底我对在哪 是吧 那那大部分时间肯定应该对前景啊 就是说你要对着你前面的东西 是要清楚的是吧 那你就要知道一个景深的问题 那个我对着这儿的话 那个后面的星星会不会清楚 哎 那个这个我们等会讲 有计算的方法 这个在 在手机上也有app 哎 那个app也可以下载了 能够告诉你那个景深是多少 那个 还有一个我最后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planet可以告诉你景深 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考虑 如果实在是你的东西太近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我 我的岩石就在这个电脑这儿 但是我要拍星同时拍进去 那有时候这个或者前面是花是吧 前景 前面是花 那我不可能这个景深达不到 因为我们的光圈都开的最大 那个可能达不到 那你可能要两次曝光 就是说你可以对着那个花对焦 然后呢照一张 然后对星星照一张 然后再把它拼起来 啊也可以 那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是拍夜景最重要的问题 是降噪问题 哎 因为我们在那么黑的情况下 要把星星拍出来的话 已经达到了极限 哎 就是说我们光线用到最大了 哎 那个曝光时间用到最长了 那 那 ISO呢就尽量的往 往高打 哎 这个就是为什么考验我们相机的时候 到 哎 所以呢 就是我 那这噪点呢 王老师不可避免的 啊 而且那个噪点高了以后 你觉得非常难受 那照片片质很差 那个 所以我讨论一下 主要讨论一下降噪的问题 降噪问题呢 嗯 我不知道大家 嗯 可能拍鸟啊拍什么 知道这个一个叫 就是那Jeff 那个 四光架成员之一哈 他有一个Jeff流程 他的ISOK用的很高 到了25600 这么高 噪点呢还相当的低 那细节都还挺好的 所以呢 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他的这个流程啊 你一查这个Google 大家就能看到 那他里面说了一系列的方法 其实呢 最主要的第一步 就是呢 所谓的向右曝光 反正就向右 实际上就是说 稍微过曝一点 所以你看他的脂肪图在这边哈 就是说很重要的 看你的脂肪图 就是说你看 你看这张可能是正确的曝光 脂肪图 你看这个地方在中间 是吧 那个实际上呢 这张呢 这张可能有点钱包 对 可能这张呢就比较好的 在比较大的范围之内 那个 这可能都是很弱光的时候哈 那个像 而且他们速度要很宽 然后呢 这个就有点过曝 过曝到这个最右边这个地方了 就是但是呢 还没有出去 所以没有溢出 只要没有溢出的时候呢 都都可以把它拉回来 那溢出了以后就过曝 过曝完全白了以后呢 你怎么拉拉回来 所以呢 他首先第一步就是说 向这边曝光 所以呢 这是他 他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但对拍夜景来讲呢 就是说非常难 就是我说 刚才我们曝光已经极限了 就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往这边抱了 已经是吧 所以呢 这个这个流程呢 在夜景上呢 是有它的局限性 那我们最后要讨论这个 还要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ok 那我就想讲一下呢 几个方面我们考虑 可以降低这个噪点 那第一个就是相机的选择 我说了就是说 相机呢 刚才我说有两点 一是高ISO的时候的噪点 那个 还有一个是宽容度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两个问题 这个是我在一个网站 就是查 他专门测试 专业测试相机的性能的一个网站 那他有overall的评比得分 还有他就是三方面的 一个是那个color desk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彩色空间 这个彩色的范围 那个 这个呢 他用人像来说的 其实不是完全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那这个呢就是maximal dynamic range 就是宽容度 对于 对于不光是风光而来 就是说 那个其实这个对相机性能 那么重要就是说 你从最黑的地方到最白的地方 之间过渡的这个这个范围有多大 那那个相机越好的时候呢 他能够表现 从最黑的地方到最白的地方表现很好 就是说 比如说你过曝 像刚才那很过曝的地方呢 我可以把它拉回来 或者说 或者说 那个就是说 那个欠爆 欠爆以后呢 我怎么把那个暗的地方 拉回来 而且呢 噪点比较低 就是这个这个相机好坏 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说 特别在这个拍风光的时候 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大光比的时候 那现在就使用滤镜是吧 用那个什么 呃 那个减光镜啊 挡天空啊 然后怎么弄怎么弄 或者多次曝光同别 但是现在好的相机的话 其实我有忙就是 就是有时候拍一张 然后就尽量的这样拉 或者拍两张什么的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相机性能比较好的话 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 就是那个ISO来讲 就是你在那个很高ISO的时候呢 噪点呢 还相对的 呃 可以接受 呃 我我不是说 呃 很在乎这些评分哈 因为他有个分就差一点 所以没有什么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啊 就是只是说 在你选择相机的时候 你你不管拍什么时候 你有这个脑子里 会想到啊 相机性能里面应该看的东西 特别对于拍摄性来点 这两点非常重要 那这这也是我晚上找的 他比较了这个 就是这个 的Sony AlphaTr 那个 和这个 Kinos的5DX 就是在同样的条件下 拍的黑的东西的话 我不知道 看清看不清 就是说这个 在ISO3200的时候呢 这个噪点呢 相对的比这个 比较多 这是索尼 这是那个右 这边右边 所以说索尼的天能要 要好多 我不敢说 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实话 这次我们去习近来 我用索尼 我以前用索尼很差 就比那个用尼康的要差一打 我最多用到1600S 就不能再高了 那个尼康的就特别好 像低810啊 850 但因为我知道 我同样片子看他们 他们噪点比我低得多 但后来这个索尼 说了7R 712 就改进了特别多 那个所以这次我去 那个新西兰的时候呢 我拥有7R2 那个拥有5D3 那5D3的问题是 它这个黑的地方 一提起来的话 噪点就特别高 这确实是事实的结束 那个加强电脑 高的地方往下拉是很不错的 但从暗的光 往上拉的时候很难 所以加强的可能尽量的过高 所以第二个就是 那个机内的这个 Long shoulder noise reduction 这个功能 这个大部分相机都有 但是呢 很多人不喜欢用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用了以后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条件上 拍了一张以后呢 你要把这开开以后呢 它用同样的时间呢 再爆一张 再爆一张呢 然后它把这个noise 给substract出去 然后呢来降噪 这也是相机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 很多人觉得 这个我要用多一倍的时间 就不喜欢 不喜欢用 那我呢 倒是一直用 我觉得可能比较好 但是说实话 在讲座之前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 有没有 把它开起来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试验 我就在我们家里 就尽量把灯都关了 有一点的光 是从这个style room过来 那这边这个沙发 是黑皮的嘛 所以就比较黑 所以我这个用的是这个相机 然后15毫米镜头 两分钟曝光 然后呢光调2.8 就3200SO 然后呢 你看它这个就是典型的是吧 这个直方图呢 是很好左 因为大部分都是黑的 是吧 在这边 这个已经到了极限了 当然你说这种不动东西 我爆十分钟 那也可能可以吧 那个我只是做实验 就是说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说 我呢稍微应该一般就提一点 就是说我这个直方图 我适当的可以把 那个这个shadow啊 这个black提高一点 所以这直方图 稍微往这边提一点 其实一般我们在夜景的时候 都要做 就是把它提高一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噪点比较高 然后呢 在lightroom里面 我说可以降噪呢 就是说 实际上我到时候还是可以降噪 但是它有一种噪点 是种有颜色的 所以噪点分两种 一种是光的噪点 一种是热的噪点 就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 这个在红色上 你看不太清 就是这种彩色的点点 红的绿的蓝的这种点 它这种是热噪点 就是你在这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sensor它会产生热 热的然后产生噪点 是这个 这个一般人认为是比较难去掉的 然后呢 这是没有开那个noise reduction 然后这边呢 就开了的 那我就是看了一下 同样的条件下呢 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彩色噪点就没有了 所以呢 就说呢 最少就是说 在这个条件下呢 打开这个以后呢 因为它这个热噪点是random的 就跳出来 出来的 所以它在这一张开了以后 同样一张 它把substrike以后呢 那个这个 这个热噪点就 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在在拍星空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把它打开的 那个这张 下面一张就是一个 请问一下 那个不好意思 比如说那个在lightroom里面 是不是 这个也可以去掉 也可以我要讲 对 然后我说这个 一个特别例子 就是说 这张照片是在那个 四川那个刘备山拍 早上啊 我们起来 四点钟 拍这个星空的时候 那个下面是云海 这边是那个贡拉雪山 然后呢 我们当时就在那长报 然后呢 想拍这个 我这张呢 实际上我是一直在拍 就是说 五分钟一张 实际上拍了好几张 但是因为云太多了 就是 实际上都没用了 那些云一多的星星都挡住了 实际上我这里面用了 大概两张 就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这样 然后在我边上 就是那个北京张子 北京张子拍二十分钟 他就开那个launch 那个noise reduction那个 然后呢 二十分钟拍完 然后在那挡一下 急得不得了 但是我想说 不是说这个问题 或者说像张子拍的很好 然后呢 那对于他来讲二十分钟 他都要把这个打开 哎 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 他们为什么拍的好 就是他每一张照片呢 他会 就想 我就拍好一张照片 哎 用最好的条件 拍最好 就一张照片就够了 我再拍那么多也没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给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们非常认真 我就觉得是一个例子 当然 但是要我我可能也不打开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刚才说到的 Line Room和这个 Camer Raw呢 可以降噪 来 这个是要直接把那个数码 那个Data来处理 然后呢 然后最后再用那个Photoshop处理 还有一些插件这样降噪 我用这个先做个例子啊 这张呢 他就在那个新西兰的那个 那个一个湖 这个树呢 就很有特色 就很多人拍 我们起名叫歪脖子树 那个 最后面是雪山 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 最上面有很多水鸟 在上面烂着 那个很黑 然后这个地方是用了 那个也灯 打一下光 所以他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你看 就是用了3200 那个2.8 这个灶点比较高 然后你要是放大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灶点是很高的 然后呢 在Line Room里面呢 其实这个 那个 它也可以降噪 降噪的时候呢 就是它有光的这个灶点 也有彩色的灶点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 拉过来的时候呢 你看它明显的 就是说 这个灶点 很多都去掉了 然后呢 这个是在Line Room里面做的 然后到了那个 Photoshop里面有很多插件 降噪的插件 那个我想呢 就是说三个 比较 比较好 比较好用的 那个一个是 NIC Define 那个 NIC 我用的很少 就是 这以前都是付费的 现在说Google买了以后 就是free 所以呢 你用这个降噪呢 非常方便 他这副里面提到的 他前面降噪以后呢 他这个就是用auto的一下 再降一次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是没用的 这是用的啊 那个对细节来讲呢 影响的不大 然后呢 但是噪点呢 还是又进一步降 就在Line Room降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又进一步降 降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插件 那我以前一直用的是 那个TOPAS Denor 这个是在网上看 很多很多降噪软插件以后 比较以后呢 当时认为这个是 可能最好之一吧 然后我比较 以前一直用这个 那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近这个 Photoshop CC里面呢 也有Photoshop这个 这个Filter 也改进了很多 其实效果也不错 我也试过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你们在下面用的时候 都可以自己都试一试 用哪一个 我还会提到 用这个下面 所以呢 最后呢 就是说 在这样 很多噪点的时候呢 从我这个两步站到呢 这个就好多了 那个 还有就是降到时候 尽量的保存细节 你不一定降到百分之百 就是你一定要看 放大了以后 看这个细节 有没有损失 损失多的就不行 尽量保持寸节 然后呢 因为后面有不同的降噪步骤 可以一路的降 那个尽量保持细节 这个是放大了以后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细节还基本保留了 然后呢 这个照点呢 就基本看不到 然后再回到这张照片 然后就是这张我刚才说是两次曝光 实际上是很快 但是呢 是两次的 这是一次曝光 那一次曝光呢 能不能把它拉出来 那个 我这个呢 大概主要是按照这个曝光的 那个 所以呢 再看下面一张 像这是圆片 圆片就是一次曝光 你看月亮呢 层次不多 但这个楼呢 几乎看不到 很黑 是吧 那那那我这边往那边拉 这个脂肪图在这边呢 我就是把那个 呃 shadow往这边拉 我就 然后呢 那个 这个这个 暗的地方也往前拉 所以呢 我就说这个相机呢 要如果有不好的相机呢 这种宽度不够的话 这黑的绝对拉不出来 拉出来 反正太多的照点 没法用 那在这个地方拉起来以后 我把这个地方放大了以后看 是吧 你看这个噪点很多 那个而且 它不光是光噪点 还有彩色光点 那都是红红绿绿的 这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 这个 呃 来入里面降噪呢 你看它实际上是可以分开降的 哈 这个地方呢 是降那个光噪点的 我放到30了 来 那放了30以后呢 你看其实它彩色的噪点还在 实际上还是红红绿绿 那个 这个呢 在呃 电脑上实际上可以把它 按住就只看光噪点 或者只看 那个 彩色噪点 然后这个就呢 那个彩色噪点拉到40 来 你看 没有颜色了 就是像黑白的一样的 来 所以彩色噪点没有了 但是那个光噪点还在 可是我如果两个都降的话呢 你看这个就基本没有 这是这是用这种来入里面的方法来降这个噪 那个这个地方呢就是用那个头拍子做的 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也可以也可以把那个彩色噪点降下来 那个当然如果你拍的时候有时间你可以把那个浪 那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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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打开 但这个地方是没有打开的 因为这个月亮太快了 为了就是赶紧照赶紧照 赶紧照 你不能等 不能等的时候就就不能不能打那个打开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软件 然后呢最近我学了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也挺有用的 它叫这个photoshop surface glow 它的idea呢 像这个photoshop一个功能哈 它就是idea呢 就是说呢 在表面上的那些噪点呢 我可以把表面让它光滑 光滑以后呢 这样不是你有点噪点 就看不太清楚了吗 但是边缘呢 它可以控制 控制它不那个 不模糊 具体的做法 它实际上就是在这filter里面 一个blur blur下面有一个blur surface 然后呢 我就比较一下 我放在 它这个专门有人 就是网上也有教你怎么做的 你看这两个结果 就是说 它实际上呢 就是说 把这个降点噪点降下来 你看这个细节呢 像这条线呢 其实呢 它也比原来更清楚了一点 但是这个表面上呢 就更光滑一点 就是在后期 就是你细修的时候呢 这也是一个功能可以用的 那特别是有时候我们拍的有水啊 那个有什么的 其实那种湖水啊 或天空啊 云啊什么的 其实你让它那个blur一点 还挺好 就是说这还蛮能用的 然后下面就是堆栓 这个堆栓的方法呢 我们等会还要提到 因为这个现在在摄影上呢 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后期的方法 那个堆栓降噪呢 像也就是说 它这个idea就是说 这个噪点呢 是随机出现的 所以你要在同样的情况下 拍很多张的时候呢 然后你把它平均 这样呢 可以把噪点平均下去 那个 我这就不讲具体的过程了 就说这个实际上挺麻烦的 你要拍到最少八张 然后呢 降噪的效果呢 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会有帮助 我也试过 所以等会我告诉你 对战的方法 其实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学啊 然后最后我想讲的一个 就是向右曝光 刚才我们讲的不太可能 就是它已经到极限了 然后呢 有一次 还在星期晚的时候呢 就晚上黑猫设置这个ISO 比如想用3200 或者什么 一下弄错了 弄成320000了 好像是帮照周围那么亮 然后 然后这张呢 就实际上是 一利用了这个 这个高ISO 以前我绝对不敢用 然后呢 这个你看是16000 就比我们一般说的 高了一千十倍 然后呢 这张照片呢 实际上是在 就黎明前 黎明前就是 太阳还没出来 有一点一点点光 然后呢 有云过 云过呢 那个 这个太阳的那个 可能是反射的光啊 什么的 就是照云是红的 那个 我有意的就是 这张绝对没有做这个色彩的调整 我就想让你知道就是拍出来就是这样 哎 就是 就是 但是有点太亮 所以我就把它往下 往下压了一点 再按一点 那个 所以呢 就是在这张 就是已经到这个 你看这个 直方图是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高ISO的时候呢 其实呢 噪点呢 没有想象的那么那么强 当然呢 就是说我要放大的话呢 这个树枝的细节呢 不是很好 那有可能就是本身就不好 因为它 它很远嘛 然后 可能长包也有点动 当然 当然这么高 肯定对这个细节有影响 但是呢 如果这个不是很主体 这晚上吧 然后 星星这个天亮还是比较好的 那个 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 这是 可以探讨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可以试一下 就是你 你把ISO打高以后 看看 看看怎么样 那个 这个就是早上拍 所以最后呢 就是总结一下呢 就是降叉有这个网站呢 专门 就特别的比较 不同的插件 不同的 双发stacking 对战方法 反正我觉得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我的经验呢 就是说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刚才说这种七个方面呢 如果你综合考虑 然后呢 一起 都把它用到 尽量的用 就是说 每一次不要100% 就是 能够尽量的保持细节 然后慢慢的降 其实呢 可能是 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那我们具体就 讲那个 这个 几种 风光 夜景的拍摄 最开始的就是 星星的拍摄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呢 就是说你相机设置上呢 要用手动的 手动对焦 因为你对不上焦的话 你也快没按不下去 光较镜头 一般是要用 14到16毫米的镜头 光圈呢 最好是2.8 或者 更低的更好 然后曝光呢 对星星来讲 一般是 我们是30秒 它的那个 一般的这种原则呢 就是说呢 500除以焦距 就是你的曝光时间 就是不能超过 这么多时间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了呢 就看的这个星星呢 就不是一点了 就是可能一个 一条小小星轨了 那个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 你看它说 14毫米的话 你可能用 36秒 但实际上 它那个广角 镜头越广的时候呢 在边缘的地方呢 它变形越厉害 像它拉开了 有时候 那个星星在这个边上的时候 也是蛮长的 我心管 所以呢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 大概30秒 或者如果可以的话 再短一点也可以 那ISO呢 对于大部分现在 比较好的相机呢 到3.2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 所以呢 肉格式拍摄 白屏风呢 可以用自动 也可以用手动 手动一般呢 在板上的时候 是比较 比较冷 那种色调嘛 所以用3.7到4千左右 可以自己手动控制 那个 所以呢 我说腾昂 那组织大声 这真的不一定啊 就是如果30秒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还是 没关系 30秒 不长 如果很长的话 要考虑 是不是要 打开 那个 一般来讲 滤镜尽量的不用 因为滤镜对于那个光 它都会有那个 减光的作用 所以 是一般我们不用 那当然是 最好是晴天 其实少云 呃 其实有云 往往是给我们更好的一种效果 呃 只要不是很多 阴天那种啊 那个 避免光污染 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 那个 如果能找到比较好的地方 没有光污染 拍这个夜景 最好 那个 最好没有强的月光 如果 呃 大月亮的时候 那个 星星会不太清楚 啊 那个 避免银河干扰 因为呢 银河就在这边 像这张照片 银河就在这边上 哎 那个 它现在是往这边移动的 呃 所以呢 嗯 最好就是你要拍星星很干净的时候呢 嗯 最好 没有银河 那个 其实拍星星很容易 你就是 就是 就是2.8 比如什么 16或者14镜头 320秒 放了一放 对好焦 不轻远就 一拍 肯定就成了 这个其实 没什么 很难的 然后下面一张呢 这也是在那 1X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 我就想说呢 像这个是一个 Russian的一个火山爆发 那个 它拍一张照片 非常漂亮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它放大这边呢 它就是一个小星轨 所以呢 当然呢 这个照片最重要的是 表现这个火山 是吧 那有些星星 实际上是很漂亮的 嗯 但是呢 曝光太长了呢 就说 出现这星轨呢 我觉得 反正就是 如果是星星呢 就应该更好 就是告诉你 比如说 如果时间爆长了 就会 然后这个是 跟那小明一起去拍的 这张照片呢 就是那 Crick Lake 那天 那天 3月18号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个之前在 Biss台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冬天 是几乎天天下雪 这个下雪 是大概不知道 是不是美国最多的地方 你看天气报 那一个月都是下雪 然后那天突然查到 那个18号为晴天 哇 然后 这是难得的机会 然后就 改了机票 马上回过来 早上到 然后跟脚边一起开车 就到这儿了 然后晚上我们等到半夜吧 然后取拍算好了 因为这个时间呢 银河是在这边 然后这时候月亮下山 因为下山的时候 我就说月亮下山之前的光是红色的 就跟太阳出来的时候是红色的 然后它打到这边的那个 这是比较早 因为有月亮嘛 比较亮 就还有点云 那个 这个是利用早上日出前 日出前的时候 这个是那个 在南疆 那个帕米尔高原的这个池潭 那个早上时候有些云 这时候这还有星星 所以在拍风光的时候 有时候这时候 就是你去拍日出嘛 往往在之前还可以 可以拍到一些 星空的照片 这个是在那个 Mountain 就是加拿大半土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进去这个地方 要坐直升飞机进去 这是秋天的时候 拍的 这是我们已经拍完日落以后 下来 下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半山地方 正好这个月亮呢 从这个山后面 要出来 它是要挡住了 然后比较亮 就是比较难得 这时候这个地方有勾火烧起来 这个绝对是 我不知道谁还能拍到这张照片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能烧火的 但是呢 走到这边的时候呢 这有人家说是他们的 组位的人是拥有这个山的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山捐出去 给public以后呢 他们有特权 就是在这个地方住 所以他们有时候一年就过来度假什么的 就是他们在这里有烧点火 没人管了他们就是 但是有一个错误就是说 你看这个地方30秒 用3.5的光圈 所以有点 有点 有点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所以放大的话 看还是有一个像小型鬼呀 这张呢 就是 比较 很难的在新西兰照的这海星 实际上是不好的一张照片 我就想说呢 这个 这个海水一直冲过来 非常危险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月亮 月亮呢 本来也是能打光嘛 但是 为了不让月亮进来 就长这样子 这个实际上是早上开始出的时候 要红尼 那另外的一个摄友 他在这边 大概突然打了一下光 所以 我在这边拍 在这边突然打了一下 然后反而有时候打一点光 也挺 挺意思的 这个就是在这边拍的 和那个毛泽 焦阳 上次我们去拍 这次日落以后 就月亮出来了 月亮出来之后 你看到有星星 就有时候月光了 这边打起来以后 就有光的时候 它色彩就比较好 那个 又有云 这个就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就是银河的拍摄 那个 其实跟那个星星拍摄条件 是一模一样的 它有一点不同的 有一点不太同的 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银河一定要 要知道 什么时候银河 在哪儿 是吧 在什么方向 什么时候好拍 那个这个呢 就是用的乔文杰软件 可以精确算出 那个 我们都肯定要算这个 然后呢 最好呢 要拍到银河的中心 就是银河中心 那这张就是在这上面 这个实际上已经太高了 就是说 所以这张片子呢 实际上是三张 接起来拍的 那个 太高了 这个地方 那个 就是这个时间呢 就是数值的 所以银河你要知道 什么时间 在什么方向 所以呢 像现在你说去拍银河 你拍不到 所以大概要到 一半球 一半要到三月份 才能开始拍到 然后一直到 大概八 九月份 就是银河 从比较 这种平的 到竖起来 在这一段 然后过了这一段 这几个月时间 冬天的几个月时间 都是拍不到银河的 要拍到也都是比较淡的 哎 那个拍不到银河中心 因为银河中心最亮 所以呢 拍出来最好看 如果你拍出一个 营营约约的银河 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个 啊 最好的 这个因为银河呢 它还是比较 比较稍微比较暗一点 除了中心比较亮的 所以最好没有月光 或者比较 比较少光 就是就是暗的时候比较好 这个呢 就是说对前景要求就更高一点 那个 然后呢 如果要拍全银河的话呢 是拍不下来的 所以要多张接片 那个 这张照片呢 是顺便拍的 就是 嗯 在那个 浦旺斯 我们家 vacation的时候 所以你们都知道 大家出去vacation的时候 是很难拍照片的 所以呢 然后我知道我算过就是十二点的时候呢 银河会像这样子 然后到吃完晚饭以后呢 就是说我说我十二点钟要出去拍 然后呢 那个 那个女儿可以睡觉 然后 妇女儿说呢 我也去 我想看银河 然后呢 那我儿子说我也去 然后 他们都 他也说那你都去我也去吧 所以结果一家人就都跑去了 对 咱找的地方是 因为到那也没彩点 他们就知道这边有 有 就到那去拍照 那那天是没有月亮 就是完全黑了 那你想要看到这个 银河草是前景 是吧 一定要看到 看不到就没意思 所以呢 我当时就用那个灯 在这边 让我的小儿子呢 在这边 这边打灯 然后这样拍 但是那灯的那个距离是有限的 那个后面是看不到 所以他打在前面 也不太理想 你看这后面还是有光不染 那个后来 那正好有车从那个路上过 过了以后 这个树 一过以后 从树里穿过来的光呢 就能打到这里面 那好 那我就说了 我叫我女儿 我说那你就去开车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 说这边指挥的 我那个老大说指挥的 说开 然后这边我就开始 照他从那边开 然后这边在 我小孩在这前面打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照片 就是一家人 一起弄 然后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就是说什么 那就是我三个小孩 然后他们都说 没看过银河 就very very embarrassed 就是说我拍了那么多照片 他们就是居然银河都没看到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家里出去吧 有时候去出去玩玩 看看银河什么对小孩 也都挺好 挺有意思的 他们都挺高兴的 最后 这就是那个 在那个 Y Mountain那边的一个老树 所以所谓前景的话呢 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去 开那个刘新宇的 结果刘新宇没拍好 就到这拍了这个 那这也挺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树呢 大概 这个树大概有五千年的历史 跟我们中央民族文化一样长 所以所以呢 觉得在这种古老的树 在银河之下 也是买了一些 那这个也是用 小眼前算好的 那这个是用那个 那个灯打了一些光 那个前景 可能有点太亮了 然后 就很短 因为ISO很高的时候吧 其实要很暗的光 就是大概几秒钟 或一两秒钟就行了 所以这可能有点太太那个 所以我说这个位置呢 银河在哪呢 其实也用那个 乔云杰软件可以算出来的 来 就是我们拍照的地点在这儿 那个树大概 我不知道这个位置 是不是正好是那个位置了 来 他说是15米 应该不到15米 这不是说的吗 还说 然后呢 那可以算到这一天 是吧 那个哪天 然后 这日期可能不对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那八月嘛 应该是八月 我觉得 对 然后那银河是这样的 情况 在这时候 那个 然后呢 我刚才提到景深 所以那这树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大概知道 应该是多少米 然后你曝光呢 在树上 你要想知道 它的景深有多大 那个乔云杰软件呢 就可以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 这光圈 而这个这个镜头 还有这个focus 我说在五三米的时候 它告诉你 1.5米是清楚 到处中在 因为那个光脚嘛 是吧 那个用什么镜头 是吧 那个 所以呢 就是说 在这用这个东西呢 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你知道 你是一张呢 能拍清楚呢 还是你需要两张 两张 两次对照 所以这个 那同样的情况下 也是拍了这个 北京的长城 是吧 当时是四月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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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片 就是这边是那杏花 野杏花开了很多 去拍 然后算好了呢 银河应该是早上三点左右 所以呢 三点 然后我们睡到两点钟上 因为白天已经踩好点吧 就两点钟上到这个米纸场 然后拍 那这时候 正好也有别的人在那边 是拍照还是玩 反正就在这里面 这个光不是我们打的 就我们在这边呢 是 因为银河 这个也是黑的嘛 这个光是我们打的 然后这里面有人 然后 最讨厌的就是 这个光污染 就除了那空气污染以后 那光污染也很厉害 光污染不说 还有人为的这个污染 就是 这个长城后面是司马台长城 他们把那个司马台长城 修了那种夜长城 全是灯 然后 那个特别亮 很麻烦的 讨厌此 然后原来我的角度是比较高的 就是从上面 结果呢 在高的地方就看着司马台的灯 在后面 所以只能就下来 在这下面 请问一下 刚才你讲那个前面那种灯是你们自己打的 就是这个长城上灯的时候 我们就用个手电这样 现在叫做是光汇嘛 就是因为比较暗嘛 所以这个高 ISO的话 打到那边 那这个是在那个壁斯台拍的 就是这也是算好了去的 那个那天我们就晚上就在这个这个地方挂大风阴天 然后到了两点钟到早上然后开始晴了 然后赶紧起来拍 这也是稍微打了一点光 很可恨的就是这边那个公布园 然后这种这种对我刚才还没说 就是这种片子呢 因为那个全的那个是180度 基本上是在东边 从北到南这180度 所以什么镜头你也照不下来一张 这个大概是三张 有的还更多的接片才行 然后呢 你用什么镜头呢 这个是15毫米 其实呢要真接片 反正要接片呢 倒不一定用很广的镜头 因为那变形太厉害的时候 接的时候非常难 是非常难把它接起来 变形太厉害 这个写错了 这个 OK 这就是那天晚上 我们在那个Curk Lake拍的那一颗 那个 这个好像是用了八张 接起来的 问一下那个接片是横着排接的 这个好像是横着排接的 就是说这边照四张 然后上面照四张 这样 所以是接两张 对对 横着 竖着接也可以 然后下面就拍新轨了 那个星轨呢 就是说就是记录这个星星移动的轨迹 但实际上星星不是移动是我们地球在转 所以看这个移动 这张也是在牛卫山 所以在拍新轨呢 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说我呢 比较推荐的是这个多张连续曝光 然后然后对战起来 那现在有人就是一次曝光拍 就是说你要拍一段时间 比如一个小时 我就曝光一个小时 那个一个小时比较难掌握 而且一个一个是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这么一个小时曝光 就像刚才我说的 它会发热 就是发热的时候 它那个热噪点可能会比较高 那高的时候 你要再降一个小时 也够呛 所以呢 就是说这有它的缺点 而且我觉得多张的比较好掌握 那也有人呢 现在还流行一种 就是用拍新型的方法 30秒 然后呢 把它放在高速连拍上面锁起来 然后它就30秒 啪 涨上来 然后你就也拍 也拍一个小时 那就多少张了 就是60张了 60张再几秒就借起来 那个我觉得too much 然后那个 而且呢 我刚刚说了 拍新型的时候 我们用的ISO很高 用那么高ISO的片质 不会比那ISO的好 所以呢 我呢 也不赞成这种拍法 这种多张连拍呢 我觉得效果比较好 就是每一张呢 大概你算好时间 其实很好算 就是说你把新型的条件 往下降就行了 刚才我说3200 如果是半分钟 如果是1600呢 那就一分钟 800就是两分钟 400呢 就是八分钟 所以你就 这样就降下来了 把ISO降下来了 但一般呢 我不降到太低 因为这个sensitivity呢 虽然你是长暴 但是月亮 新型是在走 新型不可能过暴 它已经是这种白的东西 但它实际上它一直在走 所以你再长曝光 它也是那么多曝光 所以呢 但是呢 sensitivity不一样 sensitivity就是说 你可以可能看到更多的 这个星星 这个星轨 然后呢 我就把光圈呢 因为2.8到极限了嘛 所以我可能再把光圈缩小 对 然后就是到4啊 或者5.6啊 什么就根据条件 这样的时间呢 你可以控制 一般都是比如10分钟 也好算 一张 然后呢 每一张之间 你拍完了以后呢 你肯定要把那个降噪关掉 这个因为你不能 让它延误任何时间 在一张和另外一张之间 越短时间越好 就开始第二张 然后因为呢 你这一张和另外一张之间 有个间隔 哪怕是一秒钟 你放大以后 都能看到一个gap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尽量的短 但是现在一般比较方便的 就是那种电子那种 那种那种控制的 就是说我设置好以后 回去 在车里睡觉 干嘛 我已经管了 一个小时以后 我来了 那个其实一点也不累 那个有时候 像我跟孟中华 他说这一秒钟也太长 中间那个鲜哥还是有 他还手动 但是这个现在不是 就是说 就是尽量的短 不超过一秒 然后呢 当然相机呢 不能动 一动了 这个星库里面 就就就中间一动就完了 就就接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几个注意事项 刚才那张呢 我就把它 实际上是在刘备山的时候 高反很厉害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是根本起不来了 然后那个海拔就三天七 其实不算高 但是但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太累了 就刚回去以后就去了 没休息好 然后呢 他这个晚长的月亮就出来了 月亮人家很高 月亮大概已经到十点左右了 就是我本来想九点东西拔了 就太高了 就很亮 然后那月亮光呢 他会把这雪山 这个都打亮了 这个这个风就是那个贡达 所以主风 他有一点云的上面 然后为了看到他呢 就把它裁了一下 所以呢 像这种照片可以不用那么广角 其实稍微拉过去 拍效果也挺好 那个你看这种这种接片的时候呢 因为ISOD嘛 就是这个噪点很低 看起来非常舒服 而且呢这里面绝对没有任何光污染 就在这么大月亮 其实这个星星呢都出来了 而且他没有那么多星星 他都跟这样的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乱 反正效果还挺好 然后呢就有人喜欢拍这个 就是圆圈圈的 那个星星 拍那个的时候呢 要找到北极星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北极星在哪吗 对所以出去拍夜景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北极星在哪 然后呢 就是这就是北极星是吧 北极星最后两个星只断那个星 就是那几星 这是我们在拍流行语的时候 没事干有月亮 然后在那就拍着玩 所以就拍了这张 那个拍星轨的这个 对就像这样 因为他这个 这个这个北极星永远在那儿 不动地球转的时候 所以地球在转的时候 这个星能备的 这个圈 那个 当然现在很多大师他们 不想拍星轨 那个不是自然的 像我说的吃饭一样 人家喜欢拍就拍 没关系 然后我就要讲一下这个堆栈的事啊 就是说刚才这个拍的是 看啊 这个是六张 来 这是 九张 九张 九张十分钟 就一个半小时是吧 一个半小时九张 然后要把它拼起来 所以我再要讲一下怎么拼的 就是说这个堆栈的技术呢 现在在这个摄影里面用的很多 有不同的 刚才我说了降噪可以用堆栈 那现在接星轨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所以呢你到 file里面呢 就有一个 script 然后script呢 就load the file into 那个 stack 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就在这个load 我这只用了三张做例子 哎 就是你要有九张就是九张把它全都load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要check 那个create 那smart object 然后呢 你ok ok以后这个看你电脑能力都强了啊 有的电脑的空间不够的话很慢或者根本做不了 那太多的话 那你的电脑一定要升级了 那个 嗯 我还是不愿意用jpg 我还是用那个photoshop的file 那个这个地方用jpg 应该很快 有时候你想很快就看到了 你可以用那 然后对待完了这个这个他行的这个smart object 在layer里面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到layer里面去呢 到layer里面去呢 然后就这个叫做smart object 然后stackmodel stackmodel 接新 接新轨的时候呢 用的是那个maximal 你选了这个以后 就就行了 就接下来 那个 这个你看 自己回家试一试 有时候老不用就还忘了 但是现在我们用太多了 所以就就不会忘了 那个 所以啊 这个可以可以回去试一试 然后呢 下面一张我就说其中一个应用啊 就是拍一种夜景 这张呢 是在那个新西兰的黄浩镇 山顶上往下看 这是黄浩镇 其实黄浩镇很大在这边 很多人呢 就拍这个城市的那个灯光 和这个车轨 车线路啊 那个我在这边呢 主要是想 本来这边有雪山什么的 想拍景 就截了一个脚在这儿 然后呢 这是三十秒曝光的时候呢 就是拍这些车在走 但是目的呢 这边就是这反正云挡着 一直就没出来啊 那目的上要把这些车轨连拍起来 但是这个这个挺大的 然后那个车走的比较慢 哎 就是说 那个 所以有时候断断续续 如果拍一张的话 这就有点断断续续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同样拍六张 拍六张用对战的方法 给它 给它像星星那样的接起来 这样就给它补起来了 有些地方没有的地方 因为它一旦不断在走啊 所以就六张时间就比较长了 哎 就是等于是三分钟啊 不是 那个 嗯 就对战的一个应用 呃 这张呢 实际上是在新西兰的那个 明治侠湾的那个地方了 这是一个海湾 就是这个地方呢 坐船就可以出海了 那个海水进来 这个地方呢 是月亮 月光 一个一个例子 是吧 就是月光打起来 然后呢 挺难拍的 因为在海边那个 你知道那个水 有涨潮落潮 这个时候是在涨潮 然后呢 大概拍了 多少分钟啊 八分钟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然后呢 这个水就不断从那边涨起来 我就一直等了等了等 等了这个 就是说 这个正好涨到这边呢 有那个 倒影了 然后这水已经都淹了 开始淹到我的脚上了 那个就抓了赶紧 赶紧走 下面 那这就是那个新轨的拍摄 那最后我想再说几个特殊的例子 就是其他的东西拍摄 那当然最有兴趣的夜景 其实就是北极光 但是呢 我没有机会拍好过 所以呢 这个就放在这儿 任何一个人去拍都比我拍的好 那个 但是呢 我们可以拍其他东西 说几个例子 当然在你们这儿呢 但是拍月红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subject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去跟毛泽 反正我们去了好几次 那个第一次没找到地方 就是在这个上面拍的 反正其实还能看到这个upper one的话 有一点月红 那实际上这个早了 如果再晚一两天 应该说这个月红 在上面看应该比较好 然后我们到下面去呢 就有点晚了 就是说反正就这个呢 呃 是是挺挺挺挺 特别的一个景色 因为在全世界 能看到月红的地方也不多 哎 那每年都应该是在 呃 四五月份吧 因为再晚的这个水 可能就比较小 那个很重要一点 因为大月亮啊 在拍的时候很亮 很亮的时候 最注意的就是 应该把这个星星拍出来 因为如果不拍出来 别人一看 这个就像一般彩虹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呢 就是流行雨 不是流行雨 这个月全时 月全时呢 这次也是我和毛泽 教员他们去的 那个当时呢 为了拍这个 就是说 其实已经 早就想计划了 那时候我就正好去 那个UCLA出差 当然出差的日子呢 反正也不是完全巧合 就是我算好了 就是那一回 但是呢 想去的是那个 Joshua Tree 就是拍那个岩石 岩石和大石头 然后有这个月亮 结果呢 早上毛泽子跟我说 哎呀 我说天气预报那边是 阴天 怎么办 然后我说哪是晴天啊 他就看一看 他就说这个 Late Tower 今天 我说那怎么办呢 就飞过来啊 然后就到了机场吧 一张机票就飞过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去了 然后晚上到那都天黑了 再找了这个地方 所以找了一个地方 那这时候太阳 那月亮比较大嘛 所以就先拍了一个前景 然后 后来呢 又用了新银做背景 然后到开始拍的时候呢 大概是从 早上两点开始拍的 然后这个 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了 就是说 嗯 拍这个很多人想拍这种 所谓的雪月 就是完全全石的时候的月亮是红的 就是完全是红的 然后呢 很漂亮 嗯 但是很暗 那个 当然我这个呢 嗯 就是说 idea呢 就是说从开始到完成 想记录一个完整的过程 这个月亮的轨迹 所以没有变着 这个时间和方向 和这个整个的过程 没有 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后呢 这个时候是用了70毫米 因为70毫米拍的时候呢 月亮还有一定的细节 如果你放大的话 然后把这个相机呢 从从开始拍的时候 是在这个左上角 把月亮放在左上角 然后每十分钟拍张 每十分钟拍张 每张 但是这每张拍的时候呢 条件都要变 因为这个月亮 就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然后又到越来越亮 所以都在变化 所以你要在这中间 十分钟等待的时候 要把这个时间 就是曝光时间测好 然后再拍 拍出来以后呢 就用堆散的方法 就是说 我上次拍 拍不全的 就是说 他拍到这个位置 大概 他就这个月亮 就走出去了 要走出去的时候呢 相机叫一下 一下又把它放在左上角 又拍一次 大概拍两次半 就把这个拍完了 所以呢 一共拍了 26张 从早上 从晚上 早上两点钟 拍到早上六点钟 就整个过程 那接起来 挺surprise 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轨迹 都是这么弯弯的 很漂亮的一个轨迹 结果没想到 出来是条直线 那那我觉得 这个就代表 它的整份的一个轨迹 但是就是说 从艺术角度来讲呢 你也可以把它弄成圆的 或者拍成大的 把它组合起来 主要主要那个目的呢 是要看这个 月亮 月前时 从不同的时间发生 到完成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主要就是看那个 一个轨迹 然后呢 如果放大的话呢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细节还是 还是有的 然后 这是月前时 然后下面 那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流行雨 流行雨呢 这次也是 跟那个高郎 还有爱萍 爱萍 我们几天去拍的 因为有了第一年的经验呢 这一年呢 我们就准备了更好一点 其实那年 前一年我们也到了 有三天 不是 到了Mono Lake 也是选了这个位置 但是那因为大火 烧在天上 全都是烟啊 云要挡住了 所以我们就没拍好 临时再改地方就行 所以这个呢 为什么这个流行雨 是比较好的一个拍摄的 就是可以说 拍流行雨最好的一个 一个流行雨 就是阴心座的流行雨 这个呢 在每年的八月十几号 每年八月十几号 但是好像听说 明年的不太合适 因为那个月亮比较大 那个 那个这样对拍摄 有影响 今年呢 其实 去年是最好的 因为基本没有月亮 都可以拍 今年呢 是要到12点以后 月亮落下去以后 那天比较黑了 才好拍 然后呢 这张呢 就是怎么拍呢 就是说 对着呢 要对着北极 刚才我们说北极星嘛 因为什么呢 它方向呢 是从北边偏东的地方来的 那个这个星座 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呢 你要把相机呢 基本上对着那 我们经常 比如说 上次就是 你在晚上看流行的时候 经常是这边来 跟那边来 跟那边来 就是哇 你就是 哈哈来了来了来了 结果呢 就是相机一会儿 这一会儿那一会儿呢 其实那样就 就拍不到 就靠着流行雨 因为他到处过来 所以就是死了心了 就对一个地方 其他再来 我都 我都不管 我就是在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就对了这个地方 因为呢 这用的是14毫米的镜头 所以镜头越广 包括越广 但毕竟那个天空这么大 是吧 你包括不了 还有呢 就是在你算好呢 在peak hour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 估计是一小时 大概有 有 有一百多个吧 那个流行 但实际上 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能抓到的 还有比较弱的是吧 虽然也不多 所以呢 我这个大概是 从三点到五点左右 反正就是这段时间 就一直在那拍 按新的条件呢 就是说 30秒一张 光圈 3.2 然后 这个ISO用很高 就是8000了 为什么呢 发现 不知道有的流星是很亮的 但大部分流星不是那么亮 所以呢 所以用了这个 就是能够多拍一些 然后其中有一张呢 也是用那个灯 打了一下光 要不太黑 呃 这个你看到后来拍的时候 就天快亮 那个 那个 流星还仍然有意思呢 他 这个 看不太清楚 他开始进来的时候是绿色 然后呢 出去的时候就 就变成白色 那我又搞不清为什么 我问那个驴记 他说呢 大概跟那个 里面这个物质的含氧那样关 就是 开始进来烧的有氧的 那个是绿色的 后来 那个烧完了就变成 变成颜色 所以 嗯 大概是这种情况 所以一直就是 连 就像我拍那个 结晶鬼一样 三十秒一张 三十秒一张 一直在拍 然后拍了大概有 不能忘了多少张 嗯 一百多张吧 然后拍完了以后呢 你就在那个 来路里面选 就把那个 所有有流星能力 选出来 我记得当时选了 大概有十九个 这拍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坐在这就看了 天上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 倒是挺多的 但大部分流星比较弱 所以有时太弱的 也就也就没选了 所以就选了 选了这些 然后就要在后期呢 要制作 因为这时候 这一个半小时 九十分钟 这个地球也在转 是吧 所以方向是转 你就看不出规律来 这个流星一会儿 这儿又那儿 因为你要把它 全都放在一起 它也是到处都有 可是呢 你要把这个 这个就是 地球自转的 这个因素去掉了 实际上就把这个 星星转的 那个全部转过去 然后再把那个流星 看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呢 下面就讲一下 这个做的过程 其实呢 就是说把这个 我这也是用了几张 来做例子 是吧 就是说也是 对战的方法 它实际上 它这个不用 什么object 就是实际上 就是把它给 给所有的片子呢 放在一个 一个那个 堆起来 就是很多图层 就是说 很多图层放进去 你看这个 就是四张吧 这四个图层 四张 然后呢 放进去以后呢 就是你要把它旋转 旋转的时候怎么做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 所有的图层全选 全选以后呢 要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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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哪 看不太新了 反正就是要在这个 在这个photoshop里面呢 选一个区域 就我选的是 那个星星的区域 选星星区域呢 然后要让它 alignment 那个 把这个 alignment 就是把这个 星星的点呢 全部给它 alignment起来 只有你选的 那地方alignment 这个地方一选 它对齐以后呢 那那个下面 肯定是跟着转 因为地球在动 但是你星星的 这个时候选了以后 它就完全对齐了 对齐了 对齐了以后呢 你要踩 就是说你要把它 踩完了以后呢 把第一张 就我刚才说要做 要做这个 前景的这张 放在最下面 然后这上面的 这个 星星的全部对齐 对齐以后 这样的就是说 你有好多图层 每一次图层 有一颗零星 有的有两颗 然后呢 再用那个 蒙板的时候呢 就等于是 你把这些全部关掉 只看一层 看一层的时候呢 你知道那个 流星在哪 你就用那个 刷子把它刷出来 就把那颗流星刷出来 然后这就 原来也有一颗 再加一颗 就两颗 然后再到上面一层 再把那颗流星刷出来 然后就这样 你要十几颗的话 你就都把它刷出来 这样呢 就是恢复到 就是在那个瞬间 就是实际上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位置上面 呃 在这段时间里面 然后飞过来的 是什么情况 然后就是 感谢你 这样 那个如果详细的话 就是你可以 看一下那个 网上有介绍 怎么做 那然后就 完了 天亮了 哈哈 这个 我还想呢 最后 这张呢 实际上也是 作为对战的例子 就是这个 完全是打太阳 加了那个 六倍的 那个 减光镜呢 其实都 只有几秒钟 四秒 都降不下来 但是今天 你要看这些 云洞的时候呢 也可以一张一张一张 直接拍 就拍了六十张 六十张 让你对战起来 然后呢 你看这云 就这么走过来了 所以 所以我说 现在很多 长暴的人 特别滤镜 不行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做 这个就是 很难 有这种感觉 然后最后 我想就是 因为提了 那么多的 那个 乔云这软件吧 那个 十一月二十号 他来 做报告 给大家讲 怎么用 他的那个软件 希望大家也能 参加 我当然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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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